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 各位关心国际大事的粉丝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何荣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大战线 那么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按赞 订阅跟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好 今天要关心的议题 还是会围绕在中东目前最新的局势 另外就是中国跟菲律宾 现在在南海传出了又有争议发生 还有要关注的就是前总理李克强 他的丧礼 好 今天首先要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钱大使资深外交官 金文基大使 环球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金门大学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允中教授 大家好 还有是亚太房屋杂志总编辑 郑金文 金文兄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关注的还是在中东 我们来看在中东 这个以哈军事冲突的大战线 目前的最新状况就是 以色列军方再度的出击 而且再度轰炸 加萨的难民营 摧毁了在北部加巴利亚难民营 他们声称在难民营当中 有哈马斯的指挥中心 还有控制中心 所以在这一次的轰炸行动当中 也宣称说又击毙了一名 哈马斯反战车飞弹 单位的指挥官 叫做阿萨尔 那么现在看到炸医院 炸难民营 才隔美两天 连续的轰炸难民营 我想请教建大使 现在看到的是 11月3号大家关注是 布林肯会到以色列再度去访问 预料就是要去调停了 就是说以色列要不要做得太过分 可不可以稍微收手一点 可是我们昨天也特别聊到了 恐怕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不太可能会接受美国的建议 因为他们现在态度是很硬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 以色列现在的攻击有所节制 您觉得 这要国际社会要施加跟大家压力 现在大概国际组织输手无策 对 阿拉伯的这些大国 也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回教国家也没有具体行动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大概以色列感受不到压力 对 所以还是照军事计划走 军事的整个的作战计划 我想它的目标跟它的手段 都非常清楚 比如说这次打难民营的话 我想就是随着地面部队越接近 他们要攻击的城镇部分 我想它会加重它的空中的攻击 那么进一步 就是说宁可错杀一百号 不会放过一人 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锁定重要目标 锁定重要人跟所谓重要目标 那么会造成平民的伤亡 开始就不在乎了 现在会更不在乎 您觉得布林肯这次去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稍微收手一点 布林肯不是去跟以色列谈的 布林肯是跟阿拉伯国家 去帮以色列扫除外交障碍的 它的目标是这个 是按赖他们这些阿拉伯国家 对 他是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他要把它怎么样 不管是用外交的说服 还是用卫销的威则 它的目的就是说 扫除这些国家 更提升干预手段 或者说更提升这种 升高这个紧张情势的做法 所以布林肯是为了以色列而去的 帮以色列忙的 不是去给以色列添乱的 但阿拉伯国家会买美国的单吗 一定买 因为美国拿不出红萝卜的话 就是棍子伺候了 那你就看看 不知道美国一直干这阿拉伯国家 那自己成个单后果 就是威胁 利诱 对 美国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看你要不要 是要吃禁酒还是吃罚酒 而且布林肯在出发到以色列之前 在这个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的 听证会上他也表示 他说如果以色列成功的 推翻哈马斯这个目标 如果达成的话 未来在加萨这边的重生 他特别想重生的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应该要控制加萨 但是区域伙伴跟国际机构 都可以发挥临时的效果 那现在看到哈马斯这边 虽然被打得蛮惨的 因为以色列的军力 跟哈马斯相比 当然是军力优于 哈马斯很多 不过哈马斯的斗志没有衰退 哈马斯的官员 在画面当中这位叫做哈马德 他强调说 我们必须将以色列移除 而且我们会两次 三次 四次的这么做 7号那次发动的 阿克萨洪水行动 只是他们的第一次 所以接下来 大家注意了 还要两次 三次 四次 那么他说 我们被称为烈士之国 我们为牺牲烈士而感到自豪 有时候其实在宗教的驱使之下 因为伊斯兰还有包括说他们又是激进分子 极端的组织的话 当然对于这个牺牲是至生死于世外 所以李老师怎么看 就是现在说要结束军事行动 然后在加萨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但是这个新政权就算建立了 能够保证长治久安吗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从两个点分析一下 因为现在都是用军事跟政治 来去探讨这边的局势的演变 可是在加萨地区 就是这次这个巴以致所谓 尾巴会冲突 这个在以色列看起来 他甚至认为就是 以色列版的这个珍珠港事变 因为他在这次事件的死的人实在是很多 那也就是说其实以现在公布这个阵亡的人数 就是光这个 在那次祝鹏姐的死亡 就高达1400多人 那现在这个战争开打以后 这个公布的数字也到了上万人 其实简单讲 就是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 他们这种组织 虽然你说他是所谓的恐怖主要 其实他是也有这样一个讲解 就是他是以色列这个逼人太盛 这个长久以来一个不对等关系下的产物 那甚至我这边也跟观众朋友 和主持人来宾分享一个 我个人了解的状况 因为他这个哈马斯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内部的这个机制 他是比如说现在虽然我们提到说 他有这样的一个首领被击毙了 但是他自动增补的机制非常的完整 而且我们好像觉得说哈马斯都是恐怖组织 但是其实在一些相关报 他们在加拿大地区是他甚至曾经长期从事这个慈善的这个世界 等于说简单一句话 他是深得人心的 那这种深得人心的时候就死了这个战争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或政治这个就是说计算之下 他这种极端主义 我们当然可以说极端主义是比较负面一点 应该是说他是深得人心在这个加沙地区 所以这样的这个战事呢 他有一个社会经济的一个背景跟条件 恐怕会持续非常久 老师您看他们说了这个话 就是这个首领讲说7号只是第一次 我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那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有没有足够的这样的战力可以这样发动 第二个他也是在警告以色列 包括了美国还有这些西方国家 他意思是说你就算你要把我杀死可以 但是你杀不死我的话我一定会要你好看 意思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看说他对于这个所谓再反击 他是什么样的定义 如果是要发生像10月7号那一次 我个人觉得是一半一半 因为他现在是以色列一定会有防备 但是其实他上市的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可怕 因为我也是分享一个数据 我所了解到其实哈马斯归一个 不是很正式的统计 他有5000到6000名的 我们不要说战士或是说这个士兵 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成员 那天攻击以色列是2500名 现场10个人抓一个这个人子 所以就是说他所谓再次第二次攻击 加上5000发的这个火箭弹 我个人认为是极有可能的 OK 绝对还是有这样的战力保存的 老师刚刚提到了防备 所以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的是说 现在打归一回事 接下来就是说如果打久了 还有包括说现在除了哈马斯这边要应付之外 这两天也看到就是在叶门这边的青年运动 也对以色列发动了像飞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 所以以色列也加紧部署了这个最新式的 箭式飞弹防御系统 那为了要面对就是来自叶门青年运动的飞弹跟无人机 以及包括接下来可能在周边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哈马斯的接下来的反攻 或者是其他的中东国家 那金文雄先介绍一下 这个箭式飞弹防御系统 它到底跟我们一般所听到 以色列现在部署的 当然这次出包的 就是说怎么这个铁穹 明明就是好像是一个防护罩一样 但是没有想到没有发挥 在第一天被攻击的时候 没有发挥到完全实质的效果 那这个铁穹跟现在我们讲的箭式 到底有什么不同 铁穹和箭式都是防空 而且是空中的像火箭弹 或飞弹等等目标 但它其实机密等级是差很多的 像这个箭式 这是第一次在以哈战争 第一次投入使用 对 投入使用 事实上它往前追溯到1990年代 我们都知道1991年发生第一次博安战争 当时海山的伊拉克 曾经向以色列发射几十枚弹道飞弹 当时是动用所谓的飞毛腿 飞毛腿后来发生了和爱国之间的 毛雨顿的空中飞弹大战 我想大家一起记得 当时美国发布很多战场 击毁飞毛腿或者一些残黑的照片 以色列发布很多飞毛腿命中 以色列破坏一些目标的画面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 美国总是在以色列有飞弹 这种威胁就派爱国者紧急进驻 事实上以色列没有嫌疚 不是只靠爱国者 我自立发展所谓的舰式反飞弹系统 从1994年包括舰一型 然后2000年以后舰二型 目前还发展第三代的舰三型 这是以色列自制的反飞弹系统 普遍认为它的主力 是2000年开始服役的舰三型系统 我们看它的性能指标 最大的色高大概 据说可以达到100公里 急速大概9马赫 接战的范围大概90公里 我们从这样的性能可以知道 它的色层 色高是超过 我们经常拿来做反飞弹系统的 爱国者三型 这次经过实际验证 等于是实在检验了 以色列这套系统它的性能 总之它就是对付来袭的弹道飞弹 包括大家认为对以色列 威胁最大的来自伊朗的弹道飞弹 而普遍认为青年运动的飞弹 也是来自伊朗 也因此伊朗这些中短层 事实上在舰式的保护之下 有比较高的拦截率 而铁琼它针对也就不是弹道飞弹 而是来袭像火箭弹 破炮炮弹这些武器 因此它属于一个低空城 还有低范围短距离的 这种防御性武器 两者其实是完全不同 但都兼具着保护 以色列领土领空的一个安全 总之现在透过剑士也好 铁琼也好 就是要组织成一个绵密的防空网 因为对以色列来说 就地理位置跟其他周边的 像现在南边有哈马斯 北边有这个珍珠党 还有这个野门这边 那所以这个防空 这个防御网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也看到美国在这边 也摆了两个航母的战斗群 美国这边五角大厦也表示说 因为这个激进组织 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 几个据点 发动更多的攻击 再加上目前研判 这个以哈冲突 可能会越演越烈 所以奥斯汀 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下达了 在中东地区的部署令 增加大约2000名士兵的部署命令 那么五角大厦10月份 我们看到他是先部署了900人 第二批300人的部队 现在已经启程出发了 现在看到美军在中东扩大的部署 那对于战争要不要介入 态度还是非常谨慎 我先增兵 我先派军舰 派这个航母 两个就压在那个地方 警告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可是虽然说是以备不时之需 大使可是美军 就是美国方面 真正决定要派兵进入到战场 进入到前线去加入 会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会发生 其实理论上美国已经参战了 因为一个多礼拜前 美国的军方自己宣布 他们在红海的一艘军舰 已经拦截从这个野门方向 针对以色列方向发射的 三枚这个巡弋飞弹 还有这个八架这个无人飞机 这是美军自己发炎的 所以他就已经开火了 他把他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在这个区域 尤其这个以色列的北部 因为伊朗在以色列的北部 叙利亚在以色列的北部 然后这个黎巴尼也在以色列的北部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美国基本上是增加军事部署 海军去的话基本上是 当然就是说从海面上 自海自空 那这些实际进入迅驻的话 当然就是陆战的准备 当然他也很可能是就是说 对于家常空中的防备 或者这种勤奸征的这种能力 不过现在增兵两千 我想就是说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增强对可能摄入 均投入这场以巴之间的冲突的 这些周边国家 尤其是伊朗 叙利亚跟黎巴嫩 还有可能叶门 因为它还是隔着一个沙烏地 还比较远 对这个三个北边国家 的一种威责 然后就是实际的备战 那事实上美军在这个区域 过去它的军力就已经不算薄弱了 叙利亚有900名美军的驻兵 伊拉克有2500美军的驻兵 有好多个军事基地 那前一阵子已经有900人进驻了 那900人听报道 基本上是增加空防能力的 所以就是可能是对于这个导弹系统 或者说这种空中作战的一些地面的一些 配合的部队 那现在它还要整个它又加增大部署了2000名 然后不断地陆续地投入 那也就是说从折射出来 我觉得美军大概已经很清楚 那么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的军事行动 只会不断不断地增高 而且现阶段的重心 就像刚才大使分析的 还是会着重在海上跟空中 不过以这样规模的兵力够吗 还是说它是第一波的 反正先看着 那未来看局势的变化而定 这个我们回想一件事 以色列第一时间它说什么 被攻击以后 它说我们要除掉哈马斯 就像我刚才讲 可能4000到6000人一个不剩 若是这样子怎么会够呢 那当然我补充大使刚才的分享资讯 应该像最近有一些外国的媒体 是普遍报道 其实美军除了加强这个空防 它是因为防止火箭 再去攻击以色列 造成它这个以色列的执政的一些 它等于是算协防 协防 但实际上现在也有一样的消息显示 就是说美军其实是协助 以色列去做所谓的武装征收 因为它现在面对哈马斯 最大的一个挑战是那些地道 还有那些藏在地道底下的那些 骁勇散散的哈马斯战士 我们这个地道2500条 500多公里 这个看起来哈马斯是很有准备 准备给这个乙军甚至联军苦头吃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提的时候 如果你要除掉每个哈马斯的时候 那怎么会足够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刚刚讲到说 美国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现在在这个东地中海 那算了一下 因为这个美军的海军学会 他们就表示说 在美军现役有11艘航母当中 现在有5艘都是处在部署的状态 这个数字 就5艘部署的这个数字 也创下近年来 美国航母出动率的新高 5艘航母刚刚讲了 两艘现在摆在这个东地中海 另外两艘在南海西太平洋 的这些全球热点的海域 所以从美国航母 目前的部署规划 怎么看得出 这个美方背后的一些战略想定 从美方这个航母 这次部署的状况 我认为它是一个应急部署 而非常规 它这种应急 它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短期的 对 短期的 特别是之前在这个 两次波斯湾危机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美国紧急把一些航空母舰 部署到当地 最多 我记得1991年博安战争 最多的时候曾经5艘 但只是短时间 因为很多是要轮替 回去休息 因为按照美国海军的惯例 航空母舰的部署是33次 大家都知道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因为有实际的部署 有训练 有在场内进行各种维修 包括这个深度的 可能甚至要更换 航空母舰核动力的燃料棒 其实修都要修很久 雷军好像修六年 是 为什么会六年 是因为它可能累积了 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深度维修 也因此它如果说超时服役部署 它的强度大 它的损耗多 它可能要花更多时间维修 也因此对美国海军来讲 这种非常大的运作不能持久 否则对于各舰 包括它的各方面耗损的程度 可能更高 耗损程度更高 就像我们平常使用很多机器 小问题的时候不修 就变成大问题 你要花更多的钱 花更久的时间来进行维护 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也是一样 而我们从现在它实际的部署 我们知道 它东地的中海 目前是重中之重 它部署两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西太平洋 尤其是在台海周边和菲律宾海 为什么呢 因为很有趣的 就是解放军的三东舰编队 目前在台湾东南方 就是菲律宾海 这个广大的地区进行活动 也因此美国在南海 有雷根号打击群 在西太平洋接近 从东往西接近这个三东舰 或者日本周边海域 就是卡尔文森这个打击群 因此像这样是应对一个 现实的紧急状态 但它并非长久之际 OK 等一下我们就来谈南海 因为最近南海的局势 看起来有升温的 菲律宾方面派军舰 中方也派军舰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 我们带大家来到南海来看一下 那画面当中 给大家看到这张图 就是一张在海上的 军舰航行的图 这个照片是中国军事网站 第一军情 他们特别透过这个照片说 菲律宾39号护卫舰 在30号进入了黄岩岛临近海域 而就在菲律宾出动军舰的同时 中国方面解放军也迅速出动了军舰战机 对菲律宾的舰艇进行跟踪跟监视 而且还进行了喊话警告 以及拦阻管制 好 现在看到就是说 在过去我们都知道 菲律宾大部分都是渔船或是海警船 跟中国的海警船发生在海上的一些遭遇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摩擦 但是这次看到菲律宾派出的是军舰 到黄岩岛附近的海域 那中方也看到立刻就派出解放军的海军 跟菲律宾正面的来对杠 这件事情怎么看 现在因为整个情势必须要全盘来看 那菲律宾现在闯进去 是因为听了我们开玩笑的讲 是听了前一阵子美国总统拜登讲说 不用怕 美国跟菲律宾站在一起 所以就肆无忌惮的就进去了吗 对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一个 在这个南海地区 也就是说西太平洋地区 一个大战略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大战略 菲律宾只是这个战略上面 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战略很清晰地看的话 就是美国希望 那么能够拖延阻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军 突破第二岛链 直接突破第二岛链 往第三岛链 这个水域去进行各种的演练 或者说是进行各种的军事活动 所以拖延这个时间 那把它牵回到第一岛链 一定要把他锁在第一岛链 因为这边有事情 他往这个要不然的话 以现在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 跟很快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就变成各种的密集的操演 很快就要到第三岛链 而且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所以这个战略上 就是把它拖回来 让解放军进入到第三岛链 破第二岛链的时间 跟他的这个注意力 要把它拉回来 那另外方面也就是 还有一个战略目标 就是要制造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的纠纷 那么借这个领土的纠纷 来制造出中国大陆 一种扩张主义的一种形象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 很明确的战略目标 那战术上我觉得就是 以锁定两个岛 一个是黄岩岛 一个是人爱礁 那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制造 就是双方不管是渔船 或者是公务船 现在提升到军事舰艇之间的 对峙 在水面的对峙 以及甚至冲撞 那我想战术目标就是目标 目前就是这样子 这是不是会有一种测试的目的 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都是海警船 不然就是渔船 可是这一次就派个军舰 就看中方怎么回应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升高 就是从这些渔船到公务船 到这些军舰 那就是先是对峙 接受很可能就发生冲撞 那这种行为我想就是主动的 有美方在整个的一个 一个从战略到战术上 有一个很完整的规划 那必然会做的 那从未来的趋势看起来会 还是会不断的发生 而且我们讲说测试 这个除了测试中方的反应之外 菲律宾其实也在看测试美方的态度 我们回到这个主角 就是这次闯入这个黄岩岛附近海域的 菲律宾39号护卫舰 其实这个是一个二手的护卫舰 这是一艘二手军舰 这艘军舰它原来是浦象级的 韩国的轻型护卫舰 叫中舟号 在韩国海军服役的时候 是叫中舟号 那它是在1987年加入韩国的海军 2016年正式退役 退役之后韩国就把它送给了 菲律宾海军 就改名叫做康拉多叶号 这个浦象级的护卫舰 它的排水量是1220噸 配备两门76毫米舰炮 同时还装备了 8枚美制的鱼叉反舰导弹 它的战力是如何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如何 这艘船是属于所谓浦象级 而浦象级和另外一种 我大概跟大家讲 大家就会知道 叫做卫山级 是一种缩小版 我们知道我们国军曾经 要引进16艘卫山级 后来改为拉法叶 这大家关心军事人 应该都知道 像这个卫山级 它属于2400噸的巡防舰 而这个浦象级 它就缩小很多 最高排水量1200多噸 但它整个外形设计非常像 而且主要是以火炮为主 因此它分大概两大型号 一个是用于反舰 另外一个可能强化了 鱼叉反舰飞舰 具备反舰的能力 但总体来讲 从这个浦象级的综合性能 我们知道它属于一个 轻型的巡防舰 就像国军 这个海军 早期这个三字级巡防舰 它主要是执行海上的 各种征巡 做苦工 这种战马型 这种来运用 因为它的排水量小 舰员比较少 而且它的任务 属于近海范围 但我认为菲律宾 其实因为限于经费有限 它没有把它买得起昂贵 现代化的新型军舰 也就是它很多船 都是属于美国 或者这次是韩国 退役的二手船 比如它之前把美国海岸防队 退役的巡防舰 作为自己的主力军舰 这个浦象级是另外一型 总体来讲 菲律宾的船 其实普遍老旧 顿位小 但是对菲律宾来讲 我后面有老大哥 我今天即使拍一艘巡逻艇 我过去像解放军方面 海上叫板 他也有底气 他派个营量级的叫板 你觉得影响力够吗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 重量级的拳手 配备航空母舰打击军 随时过来支援 因此对菲律宾来讲 即使他派海岸防卫队的船 其实对于解放军 或对中国大陆导礁的骚扰 和掌握话语权的作用 我觉得是一模一样 而且很重要的 菲律宾的船或飞机 上面都有记者 解放军的船舰 有各种海上的冲撞 或各种行为 他就立刻借由媒体的报导 在话语权上面 占了很大的伤风 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以叫板的意味居多 当然菲律宾出动军舰 解放军方面 也立刻由他们南部战区 新闻发言 先对外声称 说菲律宾的这艘军舰 没有经过中国的批准 就非法闯入黄岩岛的临近海域 严重侵犯到了中方的主权 違反国际法 还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而且特别提醒了 很容易发生误解跟误判 现在看到美非之间 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那当然美国拜登前几天也才说 如果在南海发生了 这个中非之间的海上 万一有一些什么事情 状况发生的话 他们会保护回菲律宾 那现实问题就是 虽然拜登这么说 但是现在APAC 这个大家都在关注的是 习一拜会不会见面 那现在看到中方 对这件事情 还没有完全的松口 还没有说就是确定的 李老师你看到 美方这个时候 会在南海议题上面 就站在菲律宾这边 还是说他们会用 另外一种方式 来协调目前的冲突 美方他但是言很大 就是说如果你菲律宾 用更激进的方式 那这个大陆就上当了 因为你看这个APAC 是11月15号 实际要在美国的San Francisco 旧金山要举行 那连最近白宫发言都说 我们的总统非常期待 见到习主席 然后我们希望有建设性的一些 交流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两手策略 那另外现在整个世界 真的是越来越乱 这么巴以战争 以巴战争这样的爆发 其实我们看到大陆跟中国 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在俄乌战争 对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这次跟伊朗的关系 怎么样回到政治跟战略的角度 这个都是小打小闹 至于说会不会容许菲律 做这样一个激进的方式 我认为激进不激进都不是重点 因为其实就像 刚才我们来宾的分享 它这个菲律兵的海军的力量 真的是很薄弱 我们甚至曾经跟他们有这个 我们台湾跟他们有冲突的时候 都发现说 其实好像击败他们都不是很困难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战术问题 它是一个 就是说整个大国跟大国之间的博弈 一些小打小闹的一些小戏上演 就是季文雄刚刚提到 因为菲律宾后面还有一个老大 就是美国 现在除了美国之外 还有老二 老二是谁呢 就是日本 我们现在来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针对最近的菲律宾 在南海这些局势 他在菲律宾跟小马可市总统举行会谈 然后双边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日本将会首次的使用 有军支援框架 然后向菲律宾军方提供 海岸监视雷达 来提升菲律宾军方的监控能力 当然这也是一招 因为现在美方不方便出手的话 当然就交给日本先出手 但是日方所提供的这个 海岸监视雷达 它到底能够发挥什么实质的效果 就是说应用在南海的紧张局势上有帮助 其实我们打开菲律宾的地图 我们知道菲律宾的岛非常的多 这个情形和日本的 西南诸岛很类似 日本西南诸岛是很多小岛遍布 日本这几年因应解放军 军力大幅增长的对它的威胁 因此在岛上配备很多监视部队 这些监视部队用海岸的雷达 也有对空的雷达 事实上日本把这一套模式 也要输出给菲律宾 这几年频频向菲律宾招手说 我日本愿意提供监视用的雷达 包括对空和对海 尤其是它对海的雷达好几种 像这个TPS 这TPS-14 P-14系列 还有这个P-80系列 还有P-18系列 都很好用 像P-18系列 它就是装载在汉马车 它属于一个机动式的对海监视 那P-14系列 其实它行程 这个范围就很广 可以达到400公里 另外P-80系列 过去几年它已经积极向 东南亚国家招手 比如像泰国 像菲律宾 像马来西亚等等 它愿意输出这样的技术 所以它的用意很简单 我就输出这种非攻击性武器 既符合我的对外出口的一些 它自我的限制 又符合强化这些国家 对海面监视 然后与中国大陆的海上力量 进行某种程度的抗衡 尤其要注意到 这些国家很多都和美国 有一些安全合作的关系 因此这样子无疑是 为美国在监视周边海域 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 一分钟请大使简单 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些就看到日本介入了 但日本如果介入南海的事物 难道不担心有一天 它会卷进去之后 在其中它很难拔得出来 应该是不怕的 这个就是把菲律宾人 当作一个代理人 就是说符合日本的利益 也符合美国利益 日本的利益是什么 日本利益就是 基本上就是跟中国大陆 在这些相关的水域 进行一种对抗 对 日本的防卫假想敌 中国是主要的 它的一个假想敌 所以从这个思路上来看的话 它当然是能够找到代理人 跟中国大陆进行骚扰的话 是符合它的防卫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日本就是说 过去它的防卫的政策 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很快的他们找到新的方向 日本很可能将来是 中国的对手国家 主要的一个武器的提供来源 就像是让利老师讲的是说 最终还是回到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现场 我们来关注的是 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焦点 就是大陆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丧礼 那么虽然说没有开放公众的调业 但是今天不管是看到在天安门 还有党政机关 以及各地的驻外使馆 都是这样半期致哀 不开放公众悼念 不过今天李克强整个送兵的车队 沿路都有大批的民众 一路就听到在 是这个道路的两边 有很多的民众喊着说 总理一路走好 好 那么在灵堂这边 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 灵堂正上方是悬挂者 沉痛悼念克强同志 这个黑底白字的横幅 然后摆放了李克强夫人陈宏 还有他家人的花圈 上面是写的说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那今天也看到就是在台湾的媒体 东森新闻的北京特派记者 他也分享说在清晨5点44分 就到达葬礼的现场 然后经过一个非常严密的安检之后 大概在6点半的时候 进入到广场 在现场的管制非常的严格 虽然说现在也传出说 有命令说不准学校方面 自主办理纪念活动 但网路上还是看到有 非常多的大陆网民 那么发文来悼念李克强 所以怎么观察整体的气氛 可以看得出来 北京当局是在处理上很谨慎 但是也很慎重的 他慎重的理由再清楚不过 因为历来好几次有类似的一个场景 后来都产生一些 多多少少一些问题 整个中国共产党 他的统治来讲 这些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和深刻的经验 也因此李克强这次葬礼 还相关的事宜 其实他是非常担心 又会有这种群聚的效应 后续衍生出一些大陆 目前社会上 一些政治上 一些经济上 很多内部的矛盾 如果有些人是 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再让他整个矛盾激化 成为一个类似天安门 六四事件的一个翻版 这个极端的案例 对于习近平来讲 绝对绝对的不利 也因此这次我们看到前几天 像李克强的故居 很多鲜花 据说还跌了好几层 城楼高 花都买不到 但事实上也让中共当局 警醒到 我们必须要适度的降温 否则各种矛盾汇聚在一起 有人借进到的 特别是 他们有一个阴谋论就是 这种颜色革命的种子 或者图谋 会不会藉由这个机会 再发挥一下 因此他的这种低调审慎的处理 我认为还是整个维稳 思维下一个产物 当局还是以维稳 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那当然就是您刚刚提到 就是有心人士 如果再从中挑适 这也是会造成动乱 那所以今天看到说 在现场也好 或是说在各地 就是有看到非常严格的管制 香港的星岛日报有报导说 李克强的遗体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然后他这次葬礼的规格 是比照前大陆总理李鹏 那今天也看到在这个现场 包括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有总理李强 还有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韩正 这些中共的党政高层领导 都有参加 那么也看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是因为李克强这次的葬礼 而再度的被大家所关注到 这个八宝山革命公墓 其实是很多的中共的 党国元老长眠之处 所以李老师其实在大陆 相当丰富的经验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您所了解到的 八宝山公墓的一些故事 其实这个八宝山公墓 也没有太多的故事 应该是这样讲 它是有点类似 我们中列词的这个概念 它是1949年 中共刚建国的时候 就是周恩来总理指示 要做这样子一个算墓园 那事实上 为什么会受到各方面的瞩目 因为他们的所谓开国元星 朱德元帅 还有这个朝鲜 抗美元朝的彭德怀 这些大将军都是葬在这个地方 但事实上有一个 可能我们这边 比较不太了解的一个背景 事实上大陆主要以前 更著名的一些领导人 但毛主席是在这个纪念 可是像周恩来以后的一些著名的 特别是这次就是说 类似总理 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土葬的概念 因为其实大陆很长一段时间 一些这些所谓著名的领导人 他们甚至都是火葬 甚至说像邓小平主席 他是还使用海葬 就是他最后演讲我们还捐赠出来 但是说比较哪里意思 就是说可能相同 比如像胡耀邦 也是坐过这个很高的位置 他最后他们的方式 选择将他们的骨灰回到原籍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想要 应该讲说 他也没有太多这个传奇的故事 可是他在大陆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比较是一种 也是纪念先贤 爱国这个示范的一个 免还先念的一个地方以外 其实就像我刚才所分享 因为大陆他对于这种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网路上 这样写这个规格不够 什么等等不够 那如果比起像邓小平主席 这样子的规格 那怎么样来解释 所以比较不是说网路上写的那种 说好像对他不理喻 或这些阴谋论之类的 很容易就会大做文章 就是会把这个规格做一些比较 不过你也可以看到说 这次大陆在处理李克强的后事上面 特别刚才提到 比照前总理李鹏 也不高也不低 就是四平八稳的告诉大家说 我从骨灰的安葬地点 就是这个八宝山革命公墓 刚才像李老师所说的 这个地点 确实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民来讲 它也是有一个示范的 就是说在地位上的推崇 它有一个定位在那个地方 不过这次大陆的官方 没有对外公布说 李克强葬礼的相关的细节 网路上面有传出一则说 透露智商安排这个消息 有表示说李克强的丧事是从检处理 不开追悼会 只有小规模的遗体送别 另外还点到了几步 哪几步呢 就是不邀请境外同志 什么是不邀请境外同志 北京以外的中共干部 就不邀请参加了 还有不邀请各国驻华使节 以及不安排外国人士参加 我特别想请教大使的是 就外交上面来看的话 比如说国家的庆典 还有包括像重要的领导的这种葬礼 其实都会邀请的 那今年就是这一次 特别不邀请驻外使节 北京当局的考量 您觉得会是什么 我想大概 这个邀不邀请驻外的这个 使节 这个当然由地主国自己决定 全权决定 没有说某一种场合一定要邀请 或者不邀请 由各国自己 斟酌自己的国内情势 还有自己的习俗 自己的惯例来办理 所以不是一定要邀请的 这是第一个 大概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就李克强 这个过世的事情 第一个他是前任的总理 他不是现任的 那这个就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个他只是总理 他不是总书记跟国家主席 所以他的规格当然是 不能比照江泽民或什么 这都不一样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基本上他是跟李鹏的情况是比较接近 李鹏的情况比较接近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以习近平的政府的这种 他的风格来讲的话 他是比较强调一些什么 一些简约的性格 那你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种比较重要 他是一个反腐唱联的一个阵风 他在树立一种新的政治风气 所以那么重要的国家领导人 曾经做过的话 我觉得他这一套处理方法 应该是跟他整体的这种 强调他任内的政治风效 我觉得是吻合的 而且今天从出席的中共 这个高层的党政高层 这些代表来看的话 包括连习近平本人都亲自出席 还跟他的夫人一起到现场 然后至上这个哀悼之意 所以也就是等于算不是 您觉得是不是也算平息了之前 大家在想说什么洗礼斗争 然后跟这个李克强之间的不合 我觉得这个对李克强不公平 李克强跟这个习近平共事了十年 合作的关系可以看出来非常的好 就是这些报道基本上 都是猜测居多 你看他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 在这个政府里面做总理做了十年 那这十年中国大陆的进步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而且在这中间遭受了很大的风浪 主要风浪就是说 第一个美国全面对中国开始 压制打压 发动贸易战 科技战 全面性的 那么这在他们两个 就是说习近平跟李克强的体制之下 第二任面临美国的强制的这条 第二个就是说还有就是新冠疫情 那也是铺天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很冲击 那如果两个人不是密切合作的话 那这种外部冲击是很难 可以就是说在一个方法 一个政策下来处理的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我看这些在宣扬的文章 都是特定背景的 特定的来源的 就是说想要见缝插针 想要无视声视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共产党政府 其实他们从他们一开始 他们就是强调一个简约的 一个革命性的一种精神 那他们的领导人的后葬是很少的 大部分他们一见过就是火化 而且没有长期的这种 像我们以前中国的习俗 哇 头七啊 四十九天的都没有的 他是一种革命性的改 一种用革命性的态度来看这些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在李克强的上里上做文章 我觉得真的有的很多都比较牵强 对 从前几天就看到外界有在讨论说 就开始在讨论说规格会是如何 但是今天大家就看到了揭晓了 就是比照钱宗李鹏 那联合早报也早就分析说 大概智商的规格会比照李鹏 不过讲到智商 我想请李老师带我们来看 就是说当然有些中文网路上的讨论 一再被提到的就是说 没有公布智商委员会的名单 那比如说他们也拿江泽民去世之后的情形 做了一个比较 认为说江泽民去世 新华社当日就公布智商委员会的名单 由智商委员会发布了三份公告 宣布当时相关的追悼活动怎么样的安排 不过这一次李克强逝世之后 在智商委员这一块却没有这么的明确 您怎么看 就像我们刚才的讨论 有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这次也特别强调说 是由家里来主导 那如果有家里来主导的话 他但也有这个 就是说我们刚才讨论到 是… 而且没有太多 就是说不是说外界或说一般好像觉得 这个智商委会当中有很多 什么设计那些 因为其实这样讲 大陆是一个14亿人的国家 你不要说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说一个地方的一般的省市 你都很… 如果不是inner circle 你不太可能知道说他这些布局 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安排 那他如果愿意公布 他也是很实际的公布 他也应该这样讲 甚至说配合我们其他一些 我觉得现在大陆有一个现象也是很奇特 应该是说这个问题 也许他们自己都也不太知道 因为一个大国的际遇 当他忽然觉得自己也很重要的时候 我自己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可以想这么多 给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说 他这次还是定位 就是由家里来处理这个后事 所以外界对于这个智商委员 可能联想过多 我觉得至少整体来看的话 该做到的尊重都做到 然后规格有顾到 然后尊重家属的意愿 然后做了这样的安排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 很多都是自发性的 但是在这个追到车队 这车队通过的时候 刚才特别提到说 很多人都是在沿路送行 那这次在北京 看到李克强的葬礼 同样在北京还有一场会议 我们前两天也提到就是香山论坛 那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安全会议 结果在香山论坛上面 解放军的中将何雷 他就说这次可惜了 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没来 真是错失一个大好机会 没有能够跟中方的军事高级将领会晤 那恢复这个两国悬荡已久的高阶会谈 因为这次看到在香山论坛 其实虽然没有看到大陆的国防部长 可是看到的却是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委 副主席就张又霞 他有出现 而且发表了这个开幕的演说 所以呢这个何雷就说 如果美方真的想要接触的话 那么就应该来香山论坛 讲到这次这个香山论坛 我认为这个解放军就叫你说这句话 是吃美国人的豆腐 因为这个会已经结束了 然后近期中美之间 因为这个高层到美国访问 就是这个看起来 这个习拜会逐渐成型 这个氛围很好 但我们看这个香山论坛之前的氛围 可不是这个样子 大家记得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中美防长这个相遇不相会 完全没有交集 而且双方那时候 还是有一点剑拔脑 虽然美国想恢复对话 但中方的态度其实 当时还在同场 对 同场我都不讲话 连那种过道的一个短暂的会议 这个短暂的交流都没有 因此这次香山论坛 美方派出的成绩就不是很高 因为美方也没有想到 在这个会议里面 可以跟大陆方面军方高层 进行一个对话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 氛围不对 去只是自取其辱 言始奥斯丁没有去 我认为当时这个环境 这个氛围 确实他是不宜去 但没想到后来张右侠去 还发表一些谈话 美方应该没有料到张右侠回去 没想到 会出席吧 因为我认为这个 纯粹属于事后诸葛 因此解放军这个将领的话 反正事过境迁我吃美国豆腐 你这个上市的这个好机会 纯粹是消遣美方来着 奥斯丁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美方愿意 真正愿意跟中国大陆 做高层交往的话 然后中国大陆又递出邀请的话 那奥斯丁应该要去的 对 可是就是说 我觉得美方对于中国大陆 主导的一个军事安全会谈 他们有一个不愿意 太把这个会谈抬到太高 太高的一个位阶的 他是一个高级主任 他是次长的办公室的一个 有关中国事务的主任 其实是一个中阶的 对啊 中阶的 对 是次长办公室的一个 一个人员而已 所以基本上他美国重视两个 一个就是慕尼黑安全会议 一个就是香格里拉 那么香山 它会不会成为世界重要的 这个安全论坛 就看美国要派什么成绩去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要把香山论坛做成一个 世界级的话 那当然大国的军事领导人 出席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那美国事实上可见的话 美国也有很多保留 他也不愿意中国大陆 在这个国际安全的议题上 掌握一个话语权 有一个充分 有权威性发源的一个管道 所以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美国也是在背后扯我的腿 这句话会不会也在暗示一件事 就是说你现在错过了 就大好机会了 接下来你要不要再错过 一个大好机会 就是习败会 你要不要再错过一次 会不会这样 但是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 比如说一个大国的博弈嘛 就是你一招 你一招我一拳的这样子 对 因为中方现在都还没有确定啊 然后美方就是先 由这个白宫先讲了 说应该是会见面的 可是交由中方来确定 把球丢给了中方 那中方现在就是压着那边 其实中方是掌握很大的仇门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中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流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债 環球大战线每天提供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统析战略 走进環球竞争最前线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